预计9月中旬抵达大陆西安 再度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林逸杰做足了准备 记者杨队汪水斌采访报道 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这首新歌 也很期待林逸杰的表现 再来呢也是很多人引领盼望的 意大利南高音波切利 他将在5月17跟18号 第三度来台开唱 虽然目前曲目跟表演嘉宾 还是保密到家 不过呢主办单位透露将会以古典歌曲为主 用声乐的方式来呈现 波切利的演唱实力 优美聊当的歌声 搭配上动人旋律 让台下听众听得如痴如脆 这就是安德烈波切利的歌声魅力 实力派的演唱 也让他被誉为是上帝般的美声 而这样的好声音再过几个月 粉丝们又可以再听见了 因为在5月17号和18号 波切利将会来台开唱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曲目和演出嘉宾 确实保密到家 这次演出的曲目呢 到目前其实还没公布 在这次的音乐会里面 他古典曲目会更重 主办单位透露 今年多半是古典曲风 用声乐的方式呈现 展现波切利的演唱实力 而暗口曲将以流行乐为主 暗口的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会表现比较多属于 跨界的 过去大家很熟悉的歌 三度来台演唱 波切利的演唱会门票虽然还没开始贩售 不过依照以往的销售情形 想必今年也会是以下篮球 记得张宁都收听台北赛广播导